我比唐宛差远了 这句话 我从我爸的嘴里听到过无数遍 从小到大的家庭聚餐上 我爸都是让唐宛坐在身侧 好让他炫耀自己优秀的大女儿 而此刻 他又在向众人解释着 唐宛身为教授有多难 他在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 而我作为唐宛光环笼罩下的妹妹 什么也不用做 只需要在无人在意的角落里 吃完这顿饭就好了 可偏偏有人不让我好过 听说堂堂前段时间领证了 男生叫什么名字 家里是做什么的 饭桌上不知道谁先问了一句 所有人文言纷纷将目光看向了我 每个人的眼里都带着好奇和八卦 就当我在思考 该怎么糊弄过去这个话题时 唐宛却抢先开了口 是啊 不知道是什么人也就算了 今天好歹是爸的生日 作为女婿 难道都不应该来庆祝一下岳父的生日吗 说吧 他还故意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老公 眼神依偎深长 只是一句话 又将我和他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我爸虽然没说什么 但是在听到唐宛这段话后 脸上的表情也有些不愿 从小 只要是片刻众人将目光一向了我 唐宛就会不择手段 让我变得难堪 又或者是想尽办法 将目光重新吸引回去 小时候我发烧了 爸爸打算开车送我去医院 唐宛不乐意 于是就故意在爸爸面前诋毁我 说我是不愿意去上学才装病的 没想到他小时候喜欢用这招 长大了还喜欢用 不过此刻难不难堪 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比起面子 我更不希望他们知道我丈夫的身份 我轻声道 他最近出差了 所以来不了 他工作忙 这一点爸爸也知道 不会怪他 我爸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 而我妈也立刻出来打起了圆场 是啊是啊 那孩子平时比较忙 这点我和他爸都知道 也理解 毕竟年轻人嘛 还是要以事业为重 我爸妈是我身边 为二两个见过我丈夫明松的人 所以他们心里十分清楚 像明松那种家庭出来的人才不会来 这种聚会 更不会和我们这样的家庭产生过多的交集 哼 再忙也应该要抽空参加一下岳父的生日吧 唐宛并不打算就此放过我 要我说 你就是能力不行 所以做事也不靠谱 唐宛就坐在我对面 此刻的他环抱着双臂 俨然一副高高在上的状态 交了男朋友要结婚 居然直接就去领了证 没有酒席就算了 居然也不带来见见长辈 餐桌上的众人听到这段话后 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面面相去 不敢多言 我爸不想让这个尴尬的话题持续下去 他伸手扯了一下唐宛 示意他赶紧结束这个话题 可是唐宛躲开了我爸的手 并不打算就此罢休 我妈看了我一眼 用眼神示意我赶紧和唐宛服个软 可我躲开了我妈的眼神 直直对上了唐宛 果然是教授啊 上课都上到家里来了 言语间充满了讽刺的意味 唐宛没有想到 我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反驳他 我爸也没想到 他先是瞪了我一眼 刚想要开口训斥 一旁的唐宛先坐不住了 你还有脸说我 堂堂 你要是真有底气 怎么不把他带过来给大家看看 谁知道你嫁了个什么阿猫阿狗 说不定被人骗了也不知情 我作为大姐说你几句那是为你好 你别不知好歹 什么阿猫阿狗 包厢的门从外面被人推开 穿着一身西装的明松 赫然出现在门口 我一脸惊讶 他怎么来了 爸妈 抱歉 今天公司有点是耽误了 所以来晚了 他手里拿着几个礼盒 都是一些价格名贵的茶叶和药材 这是我和堂堂一起送给爸的 祝爸生日快乐 明松略过一脸 惊讶呆站在原地的我 静止将礼盒送到了我爸妈手上 全程我妈笑得合不拢嘴 嗨 你这孩子来就来了 还带什么礼物 我爸脸上虽然没有过多的表情 但不难猜出他很满意明松这样得体的礼节 明松的到来 很快在包厢内引起一阵喧哗 他们左一句右一句的询问 很快就将他围了起来 是 掌域的明总吗 这话一出 瞬间将包厢的热闹又送上一个高潮 掌域 那个海川市最大的地产集团掌域吗 平时最喜欢数了我的二婶 最先反应过来 他激动地握着明松的手 眼睛里都冒着金光 所有人闻言 看向我的眼光立马换成了赞许 可我并没有感到轻松和爽快 反而有些坐立不安 明松平时是个有些矫情的公子哥 我怕这些突然起来的热情会惹得他不快 他要是在这里甩脸子 我怕是以后都不要在亲戚面前呆了 我犹豫着要不要上前将他拉开时 明松先开了口 您叫我小松就行 他没脑 居然还十分客气地将二婶扶到位置上坐下 我妈十分恰当地站出来 招呼众人坐下 明松顺势坐在了我旁边的位置 我用紧我们俩能听到的声音问道 你怎么来了 明松脸上维持着得体的笑容 在我耳边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还好意思说呢 我下班回家想打几把游戏 结果发现我键盘不见了 是不是你把我键盘藏起来了 我有些无语 他就为了一个破键盘追到这里来 然后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丈夫是明松 那个大名鼎鼎的名家二少 我白了他一眼 没有理他 我有些头疼 我实在不想让明松和我家人产生交集 毕竟当初我们也只是因为利益才走到了一起 这段婚姻注定不会长久 他现在这样只会给我徒增麻烦 对面的唐婉脸色十分难看 明松来了之后 他没好气地瞪了几眼旁边的老公 眼看着众人都将话题聚焦到了明松的身上 他又立马跳出来打断众人的谈话 前两天明总还在娱乐新闻上 携手女星参加晚宴 没想到今天就成了我妹夫 也是蛮神奇的哦 唐婉话里话外都在嘲笑我 找了一个绯闻不断的老公 不过这话他说的也没错 自从我认识明松以来 他身边几乎就没缺过女孩 明松模仿着唐婉阴阳怪气的语调 这位应该就是唐糖的姐姐吧 不愧是大教授 说起话来阴阳怪气的 也是蛮厉害的 我震惊地看向身旁这人 大哥 硬刚啊 可明松丝毫没觉得 反而朝我眨眨眼睛 好像在说 你看我多棒 这刀锋相间的几句话 直接把整个包厢的气氛 搬到了尴尬的顶峰 好在我妈这个救场王 立即站了出来 唐婉即便不爽 可碍于明松的身份 也只好把这口气咽下去 饭局结束后 唐婉也是迫不及待 跑到我跟前来嘲讽我 有些人啊 还是别太得意了 小心爬得越高 摔得越惨 我淡淡道 有功夫去管别人 不如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此话一出 唐婉的脸色是又青又黑 因为她过得也并不轻松 家里有个神经质的婆婆 一直逼着她生孩子 像她肚子几年了 都没什么动静 就经常在家里大吵大闹 我就不理解 明明自己的生活都一地鸡毛了 怎么还是处处想要和我比 就因为我和她不是一个妈生的 回到家之后 明松一直缠着 我把键盘还给她 看在我今天帮你 出了一口恶气的份上 把键盘给我好不好 从换鞋子到脱外套 她一直念叨个不停 就连我去厨房喝水 她也要跟在后面念叨 女神 小仙女 姐姐 我求求你了 堂堂你说你长得这么美 要是能把键盘还我就更美了 虽然明松这样很烦 但不得不承认 她嘀嘀咕咕的 倒是把我从家里带回来的那些怨气 全都赶跑了 我转身对她做了一个禁止的手势 打住 我是不会把键盘还你的 为什么 果然我一说不还给她 明松讨好的表情立即垮了下来 我绕过她走出厨房 谁叫你老是半夜三更敲键盘 叮叮光光的吵得我睡不着 可我是在电脑房打游戏啊 大哥 你家不隔音你知道吗 况且你那电脑房 就在我房间隔壁明松追了上来 那样 不你去主卧睡 主卧在楼上 肯定听不到声音 哈 她在说什么 主卧不是她的房间吗 我真服了她 这个游戏是非完不可吗 得得得 别说了 键盘在厕所的柜子里 哎呀 要不说你人美心善呢 明松像得得到满足的小孩一样 大力的抱了我一下 然后一蹦一跳 朝着厕所跑去了 搬到明松家来的这两个月 我有时候也会在想 如果是和明松这样的人一起共度一生 那么原本渺茫的前路 应该也会变得值得期待起来吧 只可惜 我和她在一起源于利益 准确来说 是我源于利益和她在一起 海川市有个非常著名的地标建筑 幼海泉 这几年因为城区规划 幼海泉面临重建 而这个项目落到了掌域的手里 我作为一个入职才五年时间的新手建筑师 本来是没有可能接触到这种重点项目的 但是明松的爷爷找到我 他希望我能嫁给明松 让他收收心回归家庭 他开出的条件里 最诱人的就是 我可以参与重建幼海泉的项目 没有人知道我有多渴望这个机会 也没有人知道 幼海泉是我努力了这么多年的唯一动力 所以为了幼海泉 我嫁给了明松 我不知道明松的爷爷为什么会选择我 我也不清楚明松为什么愿意娶一个 曾经只是同学 现在也只是下属的女人 然后我们俩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结婚了 又稀里糊涂的住到了一起 而这个表面顽固的二世祖 其实背地里就是个同心未敏的幼稚大男孩 看热血动漫会激动到落泪 会因为想吃我煮的面 任劳任怨的做一周家务 喜欢拉着我去楼下看她打篮球 打赢了别人还会很臭屁的和我说 请你吃东西 喝请客 虽然看上去没心没肺 但是我知道她心里有个喜欢了很久的女孩 并且为了这个女孩干过很多傻事 晚上睡觉前我妈打了个电话给我 原本以为她只是来问问我和明松的情况 可没聊几句 她又开始责备起我来 你今天在饭桌上和你大姐干什么 她喜欢说你 你听了就算了 何必把场面搞得这么难看 知不知道你爸今天有多生气 好好的一个生日宴 那么多亲戚朋友都在 结果自己的两个女儿差点掐起来了 你要她面子往哪哥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嫁给了明松 背后有明家和掌域给你撑腰 所以你就飘了 翅膀硬了 敢和你大姐叫板了 我脑袋里嗡嗡的 回想起今天散场时 有位叔叔和我爸说 我觉得你家老二比老大优秀 一毕业就能进掌域这种大集团上班 现在又找了个家室这么好的老公 怎么从来也不见你夸夸他 我爸当时是什么表情来着 他摆了摆手 脸上有些不耐烦 他比他姐姐差远了 也就是找老公这件事上运气好而已 在他和我妈的心里 我永远也比不上我姐 而我永远要为我姐的一切让步 唐婉参加高考三摩的时候 我正好参加市里的物理竞赛 竞赛的前十名可以保送到负中 明定前一天还说的好好的 唐婉坐学校的大巴去三摩考点 爸爸送我去竞赛考点 可考试的那天早上 他突然变卦 要爸爸开车送他去考点 而他们也就将我的考试抛之脑后 一口就将唐婉的请求答应下来 我只好一个人 顶着三十多度的大太阳 坐了一趟地铁 换了两趟公交 才赶到考点 考试的时候 试卷上的数字和字母 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 看得我头晕眼花 我反应过来自己可能是中暑了 可我也只能硬着头皮 把题做完 考试结果出来的那天 不出意外 我失去了保送负中的机会 而我爸也只是冷哼一声 算了 我也不指望你像你姐那么有出息 从始至终 我妈就像个隐形人一样 躲在了每一件事情的背后 我们是重组家庭 在唐婉很小的时候 爸爸就和他妈妈离婚了 然后娶了我妈 生下了我 对于唐婉来说 我和我妈是入侵者 我们伤害了她 毁了她的家庭 因此 她从小就对我有着很深的敌意 但是小时候的我并没有意识到 因为在我的认知里 她就是我的姐姐 我的亲姐姐 即便是我每次很快乐地和她分享 她会一脸不耐烦地打开我的手 我也只是觉得 姐姐高冷 姐姐不喜欢和别人说话而已 直到七岁那年 我拿着存了很久的钱 给她买了最喜欢的玩偶 而她却一把将玩偶丢在了地上 我弯腰想去捡 被她一把推开 我没站稳 静止撞上了旁边的桌角 额角流了好大一片血 她也被吓哭了 爸妈急忙赶来安抚我们 我永远也忘不了 爸爸责问她的时候 她指着我哽咽地说道 这里是我家 她为什么要待在我家 那一刻我才明白了很多 原来她并不是高冷 而是讨厌我 原来我和她并不是同一个妈妈生的 而我爸和我妈都一致认为 不能亏欠我姐 不能让她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家庭 所以她们永远把堂宛看得比我重 我怎样都不如堂宛优秀 因为我妈的这通电话 我第二天上班 精神都有些恍惚 对面公卫上的南淑慈 喊了我好几次 我都没反应过来 你在想什么呢 看你发了一上午的呆 回过神来 南淑慈已经站到了我公卫的旁边 她脸上画着淡淡的妆 穿着俏皮的小裙子 整个人显得十分元气 而她本人的性格也和她的打扮一样 元气满满 从大学到工作 身边几乎很难有人不喜欢她 有什么事吗 面对她突然的靠近 我显得有些抗拒 也没什么大事 他们说明松找你 要你去一趟她办公室 我身子微微后倾 拉开我们二人之间的距离 好 行 那我走了哈 而南淑慈并没有意识到 我对她的抵触 走之前还热情的和我说着再见 望着她的背影 我松了一口气 虽然很难有人讨厌她 可我依旧还是讨厌了她这么多年 从大学到工作 你找我干嘛 我进明松办公室的时候 她正在处理工作 表情异常的严肃认真 不过 看见来人是我之后 她又立马换上了一副温和的笑容 指了指沙发 过几天晚上 陪我去参加一个晚宴 那是给你准备的礼服 看见礼服的那一刻 我的心脏骤停了一下 沙发上摆放了一条白色 渐变到浅蓝色的礼服 样式和我购物车里 收藏了很久的一条裙子 一模一样 因为价格偏高 又加上没有场合穿 我迟迟没有下单 天哪 她怎么会知道 我看你一直在看这条裙子 想着你应该会喜欢 所以就自作主张给你买了 你看看喜不喜欢 不喜欢的话 现在却退还来得及 扑吃 本来前面还觉得有点浪漫 后面这句话一出 直接给我拉回现实 感动的眼泪 立马被挤了回去 明松 其实后面那句话 你可以不用说的 我有些嫌弃的说道 明松故作思考状 然后十分认同的说道 我觉得你说的对宴会上 我踩着十厘米的高跟鞋 挽着明松 到处和人陪笑 好不容易等到开席了 我又爱于明松的面子 不敢吃太多 毕竟我现在代表的 可是长玉的脸面 吃太多会被人说小家子气的 这就导致 我在后面敬酒的时候 整个人都没什么力气 好在明松还不算太木 他看出了我的拘谨 把我安置在宴会厅角落的沙发上 你在这休息一下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明松一走 我只能无聊的 看着宴会厅里来来往往的人 结果就遇上了 我最不想看见的两个人之一 堂堂 穿着一身深蓝色公主裙的南淑慈 热情地朝我这边走来 而他挽着的 就是另外一个我最不想遇见的人 贺北霄 虽然来之前 就能猜到这种级别的晚宴 贺北霄肯定会来 可我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 可惜 老天爷就是看不惯我 堂堂 你怎么也在这 你是不是陪人来的 我知道了 明松对不对 说完 南淑慈还用那种 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我 我尴尬地笑了笑 敷衍地说道 哈哈 真巧 你们也在啊 虽然贺北霄高冷道 并不想搭理我 可我还是出于礼貌 朝他点头示意了一下 想当初 他为了南淑慈 当着全校人的面 羞辱我的事 还历历在目呢 要我对他热情 抱歉 想想都觉得隔影 当然 我也犯不着和人家白脸色 毕竟人家 现在是设计新秀 名气大得很 我现在就祈祷 明松别出现就行 我可不想让本来就尴尬的局面 彻底变成修罗场 这是什么情敌相间的地狱修罗场 我现在找个夹缝 钻进去 还来得及吗 明松看见贺北霄之后 整张脸都垮了下来 你们怎么在这 南淑慈听出了明松话语里的敌意 他心虚地打亮一眼身旁的贺北霄 说话时也带着一丝小心翼翼 就是遇见了 来打个招呼 明松静止越过他 走到我面前 将蛋糕递给我 打完招呼了 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一直冷漠的贺北霄 此刻也终于有了一点反应 轻蔑地看了一眼我和明松 大二那年 我们学校贴吧里有个话题很火 细花今天追到学霸了吗 话题中的这个细花 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南淑慈 而学霸嘛 就是我们系的年纪第一贺北霄 两人的故事源于 南淑慈黑调学校的系统 在广场大屏上高调表白贺北霄 然后这俩人就这么火了 南淑慈也因为长相漂亮 被冠上建筑系细花的称号 在南淑慈不断地高调追求下 他终于拿下了那朵高岭之花贺北霄 他们俩也就此成为我们海大的一段佳话 当时的我作为南淑慈的同组成员 知道的故事比别人更详细一点 比如南淑慈身边有个从小到大的青梅竹马 而且据我的观察来看 这个无视线殷勤的青梅竹马 肯定喜欢南淑慈 再比如 这青梅竹马是金融系著名帅哥明松 而我说的明松心里那个念念不忘的女孩 便是南淑慈 还比如 明松和贺北霄曾经为了南淑慈大打出手 反正一来二去 就是南一和南二争夺女主的那些烂塑套故事 最后的结果显而易见 天降圣竹马 夺得美人归 但是我一直很讨厌南淑慈和贺北霄 从我的视角看来 他们好像是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偶像剧男女主一样 而我这十年因为认识他们 活脱脱像个大怨种 小组作业任劳任怨 结果被表扬的是南淑慈 毕业设计跑前跑后 贺北霄一句抄袭 我成了全校的笑话 熬夜画图 比不上人家是设计新秀 努力学习 努力往上爬 别人只会说 堂堂野心太大了不好 人家做个样子 稍微努努力 就被称赞是年轻人里的佼佼者 只要他俩一出现 我就感觉自己的气韵被夺走了一样 处处不顺 这叫我如何喜欢得起来 南淑慈和贺北霄 更不用说 我现在嫁的丈夫 心里的白月光 还偏偏是这个我最讨厌的女孩 明松 这里可不是在掌狱 你明二少的架子 还是收一收比较好 眼看自己的女人背对 贺北霄怎么会善罢甘休呢 可惜明松也不是个嘴软的 贺公 上赶着找存在感 就没意思了 明松语气如常 脸上带着几分欺讽的笑 也对 毕竟像贺公这样的身份 如果不和我明松说上几句话 那确实很没存在感 明松气场之强大 完全不像那个平日里细皮笑脸的他 我在心里给他竖了一个大拇指 虽然这家伙输了女神 但是气场和嘴毒 丝毫不输贺北霄 加在他们二人中间的男书词 十分为难 让我不经意就想起了大三的时候 他们三个也是这样 站在女生宿舍楼下 男书词站在中间左右为难 最后贺北霄强硬地拉走了男书词 独留明松呆站在原地 时隔八年 我居然还能这么近距离的旁观 这种级别的修罗场 明松 大家都是朋友 何必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呢 我们也是听说 堂堂进入右海拳项目组了 想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男书词受伤的样子楚楚可怜 惹得一旁的贺北霄 净险不快 他拉住男书词的手安慰道 没关系 用不着和他们说 你要是想参加这个项目 直接申请就好了 什么意思 他也要参加右海拳项目 你刚刚说什么 你要参加右海拳 他们刚要转身离开 便被我喊住了 男书词不解的看了一眼我 然后点了点头 这是个非常不错的锻炼机会 但是任总说 公司准备让你进项目组 如果我想要参与进去的话 就需要把你换下来 堂堂 我真的很需要右海拳这个机会 你让给我好不好 男书词上前一把牵住了我的双手 小鹿一样湿漉漉的眼睛 很难让人拒绝 我心中大感不悦 难道连这个机会也要被夺走吗 我赶忙甩开他的手 不好 我是不会让给你的 贺北霄文言看向了我 眼神里满是凌厉 我不敢去看旁边的明松 毕竟我拒绝的 可是他喜欢的姑娘 我也不想听到 他帮着男书词一起求我 让我把这个项目让给他 沉重的气氛 压得我喘不过气起来 但我只想赶紧离开这个 让我倍感不适的地方 你们倒是天生一对 不仅爱刷存在感 还喜欢道德绑架 明松阴沉着脸 甩下这句话后 便拉着我的手离开了 刚刚是在帮我说话吗 明松居然帮着我对了南书词 我看着他冷峻的侧脸 第一次产生怀疑 明松还是我记忆里令明松吗 要知道 要放在以前 他才不舍得对南书词冷嘲热讽 他对南书词啊 热情的就像狗腿子 南书词参加歌唱比赛 他跑前跑后给人拉票 南书词生病 他一不解怠的 在病床前照顾其三天 南书词和贺北骁吵架 他二话不说朝他飞奔而去 只为他哭时 有个肩膀可以依靠 这样的明松 刚刚居然凶了南书词 你刚刚怎么那么凶啊 进了休息室 我才敢将心中的疑惑问出口 可是问出口 我又有点后悔 毕竟是人家的伤心事 我这样 既然家伤疤不好吧 诺 这是刚刚给你拿的拖鞋 你先换上 明松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了一双拖鞋 看着他弯腰将拖鞋摆正在我面前 我心脏不受控制 滴露了一拍 这人还挺细心的 见我迟迟没有动作 明松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你是要我帮你拖鞋吗 我有些尴尬 慌张地弯腰去拖鞋 因为单脚站立 整个人有些摇摇晃晃 明松很顺手 就扶住了我摇晃的身子 略带着一点细血 你求求我 我也不是不可以帮你拖鞋 真是正经不过三秒 我瞪了他一眼 两只脚用力地踏进拖鞋里 推开他朝后面的沙发走去 身后的明松顺手 将我的高跟鞋摆放好 就是看不惯他们那种小人得意的做派 我半天才反应过来 他是在回答我刚刚那个问题 真稀奇啊 他居然也会说这种话 我有些疑惑 不是喜欢男书词吗 明松脸上露出几分尴尬的神情 赶忙摆了摆手 那都是年少轻狂 我现在想那些时候 鸡皮疙瘩都起一身 你就别嘲笑我了 明松倒了两杯水递给我 顺势坐在我旁边 感觉我当时像被上身了一样 对男书词那么痴迷 现在想想 傻死了 不痴 我没忍住 笑出了声 我还以为他是个痴情种 没想到也是个大冤种 你笑什么 你不也一样 那时候还作死给贺北萧写情书 结果被人家当着全校拒绝 天啊 苍天啊 明松怎么还记得这件事啊 我该怎么和他解释 那只是个乌龙 那封信明明不是给贺北萧的 我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出现在贺北萧的手里 滚 哈哈 恼羞成怒了 我是真不能和他解释 毕竟当初那封信是打算给他的 要是让明松知道我喜欢他 他肯定会得意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男书词还是向公司申请了参与右海权 人总要我们一人交一份设计图 共同竞争这个名额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心都量了半截 不是我没有信心赢过男书词 而是我只要遇上他 我好像永远都差了那么一点点运气 可是无论如何我也要参加 这是一个来之不易 我能在我爸面前证明我的机会 我从小到大就希望得到他的认可 我学建筑设计也是为了得到他的一句肯定 从小我就知道 我爸是个很厉害的建筑设计师 所以我努力考上他读过的大学 努力去靠近他曾经有过的成就 削渐了脑袋想参与右海权的重建 只是因为右海权当时的主设计师就是我爸爸 我多想有一天 他能看到自己的女儿 又重新参与设计了自己曾经最骄傲的作品 所以这一次我必须要迎难书词 下个月 他们会确定下来右海权项目的最终人员名单 所以趁着周末 我回了一趟家 听到我开门的声音 我妈搓着围裙从厨房出来 看起来人是我 原本堆满了笑意的面容 瞬间变得有些尴尬 堂堂回来了 我还以为是你爸呢 虽然习以为常 可每次我妈这样 我还是会控制不住的失落 我爸呢 不在家 我妈转身回到厨房 你姐的新房子出了点小问题 你爸去给她看看 哦 我爸妈经常会去我姐家看看她 有时候送点饭菜 他们从来没有去看过我 甚至我结婚的时候搬去明松的房子 他们也只是送了一套新婚的被褥 然后就匆匆离开了 客厅里挂的照片 大部分都是唐婉 茶几上摆着的水果 永远都是会让我过敏的桃子 但那是唐婉最喜欢吃的水果 对了 你回来有什么事吗 我妈拿着锅铲 又从厨房走了出来 我有些恍惚 本来是想和爸爸聊一聊又还全 可现在心里像是空了一块 空落落 好像怎么也没有办法填上 回到明松的房子时 外面天已经黑了 客厅里没人 气黑黑的一片 家家户户都点着灯 斑斑点点的光线 照进空荡的客厅里 激压已久的情绪终于在此刻达到了顶峰 我那么努力的考第一 削尖了脑袋去考研 每天睡四五个小时 甚至紧张到做噩梦 梦见爸爸妈妈不要我了 我不停的跑 不停的追逐 就为了追上唐婉的脚步 就为了爸爸妈妈也能看到我 夸夸我也很厉害 可今天看着桌上那盘桃子 我才意识到 其实无论我再怎么努力 他们也看不见我 我无助地抱着自己 眼泪控制不住地掉 我好像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够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啪 漆黑的客厅瞬间变得明亮 我慌忙地用袖子去擦我脸上的泪水 一身睡衣的明松 睡眼惺忪 应该是刚刚睡醒 他揉了揉眼睛 你在家呀 怎么不开灯 我长舒了一口气 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 我刚回来可一张口 声音是刚刚哭过的嘶哑 心里更加郁闷了 现在就连哭也没办法好好大哭一场了 活了快三十年 爹不疼娘不爱的 现在还不明不白地结了个婚 嫁给了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 我怎么这么失败呀 你怎么了 明松倒也不傻 一下就察觉到了我情绪不对劲 你哭了 见我不搭理他 他语气逐渐着急起来 要你管 好吧 我是有点贱的 明松好心上前关心我 还被我一把给推开了 等等 你不许走 他一把抓过我的手腕 将我扯到沙发上坐下 到底怎么了 眼睛哭得这么红 是不是你姐姐又酸你了 我刚想摇头 他又一份填音道 不就是个教书的吗 你为自己多厉害呢 要我说 你比你姐厉害多了 长得漂亮还聪明 他就是嫉妒你才酸你 看到明松认真的安慰我的样子 心里暖暖的 许多年前 在一棵柳树下的座位上 明松也是这样安慰我的 当时我教的作业非常糟糕 那门课的老师 直接当着全班的人面 直言我不适合学建筑 我和他当时 仅仅只是见过几面而已 明松却愿意 坐下来听我吐槽 还安慰道 且 你别听那老头瞎说 我就觉得 你很适合学建筑设计 你再多练几年 水瓶绝对吊打那个老头 他总是能用一种 非常夸张的手法 把我细碎的自尊心拼起来 况且 你还找了我这么一个 又帅又多金的老公 你是妥妥的人生赢家啊 去你的 我没好气的踹了他一脚 可他却笑了 现在不难过了吧 明松的脸突然在我面前放大 我心跳开始不停地加快 明松 你为什么要安慰我 明松忍不住笑了 堂堂 你问这个问题 就好像在问 人为什么要吃饭一样啊 我没懂他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堂堂 你说我老婆 安慰你不是天经地义的是吗 不然要我这个老公干嘛 老 婆 这两个字 从他的嘴里说出来 重重地落在我的心上 原来 他一直都把我当做老婆吗 脸颊开始有些发烫 明松的视线 也一直落在我的脸上 等等 气氛怎么突然之间暧昧起来了 那 那个我突然想起来 我还有点事 我落荒而逃 丝毫没有注意到 某人得意的笑容 周一的早上 会议室里气氛沉重 原因是我和南舒慈 交上去的设计模型 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中间势必有一个人 抄袭了对方 很显然 我才不会去干这种无聊的事 我相信南舒慈的为人 他是绝对不可能抄袭的 至于堂堂嘛 大学时期就陷入过抄袭风波 说我实在不敢认同 贺北潇是设计二部的人 也是被我们组长 喊不来投票的 他这话一出 就像丢了一颗炸弹一样 让原本安静的会议室 瞬间躁动起来 天哪 堂堂居然是这种人 是的 我之前也是海大的 确实听说过 我知道我的运气不如南舒慈好 可我没想到 这对狗男女 居然玩栽赃陷害这一套 当着我的面 就骂到我脸上来了 堂堂 难道真的是你抄袭吗 就连一向信任我的任总 听了他的话也产生了动摇 有些心虚的看向我 荒唐 凭他一张嘴 我就成了罪人 你说我抄袭 证据呢 我读本科的时候 我的同学已经被海大开除了 你怎么不提 贺宫 不能因为南舒慈是你的女朋友 你就包庇吧 只是刹那间 会议室的人又画了一个口风 眼看着事情要越闹越大 终于有人站出来 说了句公道话 要判定是谁抄袭还不简单 把你们的软件工程交上来 不就知道是谁抄袭了 南舒慈全程都没有说话 眼神躲躲闪闪的 也不敢看我 可一听到要交工程文件 他倒是比我还快 虽然不知道 他是怎么拿到我的设计方案 但我料定 他手里肯定也有工程文件 不然他不会贸然 交一个和我一样的模型 事情变得棘手了起来 部长见我们俩 没有一个人敢承认抄袭 在会议室发好大一通火 行啊 都不承认 就都给我滚蛋 我们掌域容下这样的大佛 话音未落 会议室门口传来一道无奈的声音 你们设计部的人就是轴啊 要他们两个都讲一下 自己的设计理念和原因不就得了 明总好 明总 你怎么来了 明松是销售部的人 他怎么会来这里 明松打亮了会议室里的一圈人 终于找到了坐在角落里的我 他给了我一个眼神 示意我安心 我原本就打算用这招来见分晓 可没想到明松居然会来这里 虽然他没有给那两人致命一击 但是明松的出现 让我格外的安心 格外的有安全感 南书词的讲解很完美 几乎还原了我80%的设计理念 就在所有人认定他的时候 明松给了我一个肯定的眼神 来吧 说说看你的设计理念 有人当明松 是个听不懂设计的愣头青 有些鄙夷的说道 明总 谁才是真正的设计师 已经很明显了吧 明松一记冷眼过去 吓得那人不敢多言 接着他又 朝我点头示意 你 继续 好的 明总 其实南书词说的设计理念 几乎和我当初设计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这话一出 下面又开始躁动起来 坐在我右手边的人 低声和旁边的人吐槽 真行啊 人家南书词都说的那么好了 他居然还硬撑着不承认 就是 脸皮还挺厚 只可惜有个地方 他想的太复杂了 他刚刚说的房梁上的T型 是为了美观和稳固 其实都不是的 T型只是代表着 我名字的首字母而已 回顾我以往的每一个模型 和每一次设计 我都会在其中加入T型元素 原本只是用这个印记 记录下我的作品 没想到今天派上这种用场 我看像坐在我左手边的南书词 此刻他的脸色已经变得刷白 谢谢你啊南书词 让我发现了这个T型印记的真正用处 这招是我爸教给我的 我大学教第一份作业之前 也拿回去给他看过 希望他可以帮我修缮一下 可他只是在里面 多加了一出T型设计 然后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我 当时我还很生气 他那么敷衍 即使后来我妈和我解释了 那个T型的用意 我也还是觉得他是敷衍 没想到今天还真的帮到了我 现在很明显 到底是谁在抄袭了吧 明松抢先打破了会议室里的沉默 又转头对任总道 任总 不要让这种蛀虫 继续危害着设计部 不然到时候真正的人才都被逼走了 说这话时 明松还瞥了一眼南书词 是是是 您说的是任总的脸上有些尴尬 毕竟谁也不希望自己内部的丑闻 被其他部门的人看了个笑话 看来贺北潇并不知情 得知真相后的他 脸色轻一阵白一阵的十分难看 在接下来的会议中 直接愤然离席 显而易见 最后是我进入了右海权的项目组 而南书词因为抄袭 被公司直接开除了 我一向不喜欢南书词 看到这样的结果 居然也会有种大愁的抱的感觉 就连下楼的时候 我都是哼个小曲的 北潇 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之所以会抄堂堂的模型 还不是因为你妈 要不是她逼我 够了 南书词 你那可是抄袭呀 别什么脏水都往我妈身上泼 经过楼道的时候 里面传来一对男女的吵架声 关键还提到了我的名字 内心的八卦之火熊熊燃起 我朝安全出口走进了几步 你现在知道护着你妈了 那当初她要我家拿出150万的时候 你怎么不护着我 我如果不是为了这150万 我用得着去申请这个破项目嘛 没想到有一天 女神居然也会为了钱铤而走险 估计是这俩人准备要结婚 这赫妈妈看不上南书词的家庭 所以用了这么一招想逼走她 看来这赫北潇也就是看着霸道而已 自己女友被逼着凑钱 她居然一点作为也没有 他们家不是很有钱吗 所以在田的偶像剧结局之后 也会是满地鸡毛啊 干什么呢 突然有人从背后拍了我一下 下入一个机灵 你怎么在这 是明松 其实我现在不太想见到她 自从上次在客厅那种暧昧的氛围后 我就一直避着她 因为我只要一看见她这张脸 脑海里就不自觉地浮现出 她说老婆的画面 我正找你呢 明松一脸坦然 脸上没有一点异样的情绪 好吗 她倒是没事 感情就我自作多情了呗 有什么事吗 我没好气地问 明松自然地揽过我的肩膀 走 请你吃饭 庆祝一下你进入幼海拳项目组 我低头看了一眼 她揽住我肩膀的那只手 又抬头望向她的侧脸 闷声道 明松 嗯 怎么了 为什么要帮我 都说了 你说我老婆吗 我还能向着外人不成 我愣了一下 随即推开了明松的手 一脸严肃地站在了她面前 她这才一脸疑惑地看向我 怎么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既然一切尘埃落定 那我也是时候该勇敢一回了 明松 你是不是喜欢我 哎 不对的 我应该当作开玩笑问出口的 这样还能有点面子 废话 我不喜欢你 我娶你干嘛 明松的语气有些不满 我愣了一下 惊喜和雀跃逐渐爬上心头 我忍住笑意 依旧故作严肃地问道 你不是喜欢男书词吗 明松福娥 那就是我的黑历史而已 堂堂 我发现你有时候脑子 真的不太灵光哎 我试试护着你 想着你 你居然说我喜欢别的女生 谁叫你不表白啊 那我不是 害羞吗 说吧 明松还适当地露出了 娇羞的表情 我有些嫌弃 她又立马换了副嘴脸 那还不是你 第一天就板着长脸 说你睡楼上 我睡楼下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哎呀 我不听我不听 真好 我喜欢你八年了 从那棵柳树下开始 幼海泉项目开始的第一天 我还是回了一趟家 这回 我终于可以带着幼海泉 去见我爸了 这是我从15岁就开始的梦想 可我没想到 我会在楼下遇到堂婉 还有她婆婆 学历再高 有什么用 不还是个生不出娃来的废物 就你这样的 我们还瞧不上呢 你还有脸嫌弃我们家 我今天非得和你爸妈说道说道 看他们养着什么女儿 堂婉的婆婆 指着堂婉的鼻子大骂 边骂还边要往单元门里走 堂婉也不还嘴 就是死死地拦着她婆婆 不让她上去 你骂我可以 但是不准去找我爸妈 你 你这个死丫头 砰 堂婉的婆婆 一气之下将堂婉推倒在地 见堂婉重重地摔在地上 我还是没忍住 冲上去挡在她面前 你干什么呢 青天白日下欺负人是吧 我也学着堂婉婆婆的样子 趾高气扬地指着她的鼻子 我出现得太突然 一下子就把堂婉婆婆震慑到了 你 你谁呀 干嘛多管闲事 我们只在堂婉的婚礼上见过一面 看样子她早就不记得我是谁了 我家大玛丽 手又指向路边的监控 大妈 我告诉你 这可都是有监控的 你要再吵下去 我就报警 到时候见了橘子 小些人家告你故意伤害 堂婉的婆婆看了一眼我 又看了一眼我身后的堂婉 嘴里小声地骂了一句神经病 然后就骂骂咧咧地走了 为什么要帮我 坐在小区楼下的堂椅上 我没轻没重地给堂婉涂着点酒 原本尴尬的氛围被她这句话打破 好吗 果然是姐妹 就是喜欢问同样的话 我阴阳怪气道 我好心呗 我可不像某些人一样 喜欢落井下石 难得堂婉有在我面前低声下气的一天 那我可不得好好出口恶气 她竟然也没脑 没有来得笑了一下 只是这笑容有些苦涩 堂堂 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 这人有病吧 我好心帮她 她居然还要来数了我 我没好气地将手里的棉签丢进垃圾袋里 怎么 唐大教授又有何贵干 我最讨厌你 可以自由自在做自己 堂婉看着我的眼睛 一字一句道 我有些愣住 我没想到她会说这句话 你什么意思 你还记得小时候隔壁家的林叔叔 送蛋糕来我们家吗 其实我也很想吃那个蛋糕 可是我知道爸爸不喜欢林叔叔一家 为了懂事 我只好拒绝了林叔叔的好意 可是你可以肆无忌惮地说想吃 虽然妈妈念叨了你几句 可最后还是替你接过了蛋糕 我的心猛的一尘 脑海中这段尘锋的记忆 在他的描述中逐渐浮现 你因为打架被喊家长 爸爸回家路上念叨了你一路 我高中被抓到抽烟 爸爸只敢小心翼翼地劝我 这又怎么了 唐婉忽然转头看向我 你可能觉得我在炫耀 可是堂堂 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吗 你的爸爸妈妈都是亲生爸妈 他们永远都不会在你面前小心翼翼地讨好 也永远不会装作一副很在乎很爱你的模样 他们会大声指责你 也会在背后 默默关心你 他在说什么 唐婉的眼睛逐渐湿润 受伤和落寞的眼神好像让我看到了自己 我有时候是真的很嫉妒你啊 我没想到有一天 唐婉居然会朝我说出这样的话 可抱歉 我很难和他共情 我不懂他口中的虚假 小心 表面 就像他不懂被忽视和不被赞同 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不知道他的糖果是不是比我苦 我只知道 我的那颗糖果 很酸 很色 我又是一脸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 但是今天明松在等我 你回来了 明松雀跃的声音换回了我迷离的思绪 我正准备脱外套 却意外撇见写柜上放了一本厚厚的手稿 似乎有点眼熟 这是什么 我指着手稿问了一下坐在沙发上的明松 他朝我走过来 这个是之前又海权的设计手稿 今天你不在的时候 爸给你送过来的 什么 原本沉重的心 又加重了几分 我 爸爸 我有些不确定的开口问道 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声音里的颤抖 明松摸了摸我的头 傻瓜 我们不就一个爸爸吗 我有些不确定的摸着这本手稿 里面每一页都承载着我爸爸曾经的心血 他说什么了吗 我有些恍惚 他怎么会来 虽然你爸爸嘴上没说什么 但我看得出 他其实心里高兴的呢 就是老人家别扭说不出好听的话 明松察觉到我的滴落 轻轻地拍着我的背 这本手稿 因为年代久远 字迹都暗沉了很多 可是从第二页开始 每一页上都多了很多新字迹 一些是补充 还有一些是建议 写得满满当当 眼泪终于还是不受控制 滴落在本子上韵染开 明松见状 也只是默默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将我整个人拦在了B弯里 感受到他靠近的我 终于还是没忍住将头埋在他的肩膀上 大声哭了起来 他抬手抱住我 另一只手轻轻地拍打着我的背 哭吧 哭出来就好了 等哭完 天就亮了 等哭完 天就亮了 等长大 你就来了 晚